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同时大家看看内地猛料 为什么我笑呢? 如果大家看到封面 真的会吓你一跳 有两位大妈 洞牌出来说要求助 还要救男友 两位女士卖身 还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跟大家研究一下 也会说一下 有内地的乘客搭飞机 竟然向引擎扔硬币 真是这些白痴到极点 他还要有一个辩解 究竟辩解是什么? 稍后跟大家看看 另外也说一下内地麦当劳 吃柯仁 很糟糕 这一件新的产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这么厉害 为什么会吃柯仁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 稍后跟大家一起研究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首先跟大家谈一件地震消息 在青海玉树洲日前发生5.5级地震 暂时未收到人命伤亡的消息 幸好 因为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证 在青海玉树洲乘多远 发生5.5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人没事就最好 最怕人会有事 接下来看看下一宗新闻 下一宗新闻就说什么呢? 就说说两会了 两会其中有很多人都关注外长王毅说的东西 其实我看到里面当中有一幕挺有趣的 感觉上轻松 本来大家都很严肃的 有什么国家大事 王毅在这方面突然间有些轻松的气味出来 气氛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也是值得借镜的 为什么呢? 因为经常被人感觉上 每次都说 很不懂分裂 不懂搞笑 感觉上没有什么幽默感 王毅展示了另一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话说在日前 梅迪亚中心的新闻发布 举行外交主题记者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 就着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 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这一幕我也特意去找视频看看 真是挺搞笑的 整班记者都很轻松在那里笑一笑 也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意义 待会再说 说到原来在会上 杜拜中亚卫视记者 他叫方浩明 有中文名字 他用中文就着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向王毅提问 表示外国记者在说好中国故事方面 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这个问题 一扔给我们的外交部长王毅 王毅就说 他眼睛看不看 哥哥你很熟口面 王毅就说 你不是跳科目三那位记者吗? 他说我看过你的短片 然后整班记者就在那里笑 事实上是真的 原来这位杜拜中亚卫视记者 好像在2月2日 刚刚准备过农历新年前的事 那时候他有一条短片在那里 跳科目三 他真的是 所以你说科目三 虽然有人说这个舞蹈很容易弄傷 你喜欢说什么都可以 但其实对外 你看回全世界 尤其是TikTok的市场上 很多人都模仿跳科目三 用跳舞 用文化艺术 用这些娱乐的方向 去对外宣扬中国的事 其实这些都是一件好事 不用整天都说哭打哭杀 对不对? 对于这个问题 王毅说完笑之后 也马上很严肃地回应 他说 其实近年海外驻华记者 在报道了很多生动鲜活的故事 而中国的故事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是中国人民的故事 也是中国和世界互相互成就的故事 他说中国故事不是孤立的 是人类故事的重要篇章 王毅就表示 这个就是中国故事最重要的东西 是这样的 是的 越来越多人 也有提及到 王毅也说 越来越多洋网红 就是外国 在内地拍很多视频 说好中国的故事 那些 中国厉害那些 你慢慢看那些大把 是 德国小火之初次体验 或者是广州过除夕 被一些气氛感动震撼那些 他说 因为分享 在中国所见所闻 受到各国网民喜欢 中国欢迎更多外国朋友一起来说 活力满满 热情荡荡的中国故事 讲述中国和各国人民携手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厉害 说到这位记者 原来在中国13年了 也说到他自己接受记者访问 说你被王毅外长认出 哇!很厉害 也是的 很开心的 其实在这方面 我乐见这些事情 你经常说要打架到和别人 不是真的打架 不是用两只拳头去打架 是不是? 我们用很多文化的交流 学术的交流 不要说有些 看到之前也好 近期也好 有些必有用心的人士 借爱国的名义 刻意去挑拨 中国人 人民 和对外那种仇恨 甚至乎无缘无故 无端端说要抵制他 其实不乐见 我们也不乐见这些事情 我们是想看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大家都能够不同的文化 举例 你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 哇! 在印象中国的文化 文化的交流 学术的交流 互相尊重的交流 是不是? 这些便值得开心了 你看到在两会 其中外交部长王毅 在记者答问大会上 其中这一幕 令我 我自己觉得是真是罕有 少见 你看到没问题 又可以宣扬到 方默三真的好热 记者你也跳 我认得到你 我也有看你的视频 有一种互动在里面 你没那么硬 没那么实的 有一种温暖的人情味在上面 除了说完这件事件之外 其实还有一件事件 就是关于两会当中 全国政协洪明基建议 全面禁止未成年人玩网游 这是他建议 走不走就一回事 但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建议呢? 我一起和大家看看 洪明基表示 虽然网络游戏设置了防止沉迷的功能 但是很多小孩对网络游戏的依赖成人 根本控制不住玩游戏的市场 他说如果管动游戏的手段达不到效果 希望国家出台政策 禁止全面禁止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 我想问你怎么禁止呢? 为什么那些小孩沉迷打机 是要国家出台政策呢? 而不是家长去管呢? 我自己的看法 等同有人说 那小孩我没有办法 他只是过孩子 不是这样的嘛 因为你生孩子出来 你就有责任去教 就是国家有责任去帮助你们去养 或者用一些政策去帮小孩成长发展 但是不代表 那些小孩也要国家去管的嘛 那些小孩应该是家长去管理 是不是? 何况我经常都在说一件事 而管不而禁 为什么呢? 你越禁他们的小孩就越想去玩 越想去尝试这种禁果 所以我们应该要从教育方面 和家长灌输 由家长再灌输下去 给小孩一些正确知识 这方面 这个方向才是正确的 你觉得游戏学人吗? 那时候我们就 小孩玩什么 波子棋啊 玩啤牌啊 挑竹签啊 很多样东西 什么天下太平啊 东南西北那些 没有游戏机的年代 没有手游的年代 下街会打球 下街会到处走 一样 小孩不能够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不能够困到他很死 他有适当的空间去发展 当然了 你说长期打球会不会导致他影响成长呢? 一方面 一方面 那你就要看他玩什么 是吧? 我们都不能够 所有东西都被他承认 其实现在玩电话已经是一个人了 你不要叫小孩不要打机 反过来大家 你可不可以放下电话 不看不碰电话 三个小时 一个小时难受 半个小时都不耐烦 对吧? 所以其实 有些人说要怎么去撕掉 撕掉他 那个人 已经全球人类入了 所以也挺麻烦的 另外也说下一个新闻 这新闻大家看的封面 真是吓死你了 两位大妈就说 急救病危男友 卖身撞腹 这么像周星驰那些桥段 看谁够惨 你为什么要脱衣服呢? 大妈 你救你的男朋友不用脱衣服 你这样 没有人敢走过来 嘩小驰 然后打扰自己的手 很可憐 当中有人在惊叹 说这样 现在什么事 下面还有支付宝微信 哈哈哈哈 两个女士 很惨 两个女士 一个男友 两女共事一夫 这个男友 你真是挺新修行 命危的时候 也有两位女士为你 当然有人说 男友而已 哎呀 其实某程度上 从法律上 没有任何依据 她命危 她不行 你们两个可以走 是吧 但是两个人都同时间 这么迷戀 这两个男友 也都看得到 患难见真情 真的患难见真情 不介意 这个众目攀攀下 抛砖引肉 引自己的肉出来 希望有人可以 叫做 施捨一下 帮帮手救他男朋友 那样的 但是当然 引起大家 议论纷纷 他又写了很大段东西 那么 白血病 有个男朋友 是不是 真的很惨 希望 有心人士 能够帮帮她们 帮帮她男朋友 微信之父 还有电话号码 有时候不是说什么 不是说没有同情心 你这样 嚇到我 我真的不敢卖你 不是啊 你被人看到 一会儿给你 你干嘛 你吃了你两个大妈 皮肉钱 不是啊 我真的想帮她男朋友 我看她男朋友 那么可怜 要她两位女朋友 出来去救她 我 不忍心 我希望她能够 拿钱买回衣服 不要穿着衣服 出来 是吧 我看得到心酸 但是 这些事情 怎样都好 人间真的有真情在 不要说一定是要结婚 就算是男女朋友之间 也可以 你看得到这些 这些真的患难见真情 所以爱她 应该要 尴尬她 回家 希望这个男朋友 快点早日痊愁 就会痛痴这两位女朋友 好 接着看下一单新闻 就关于 南韩 这个南韩简称 简称有些 令人误会 以为是韩国 南方航空 有部飞机由3R 飞往北京 航班编号 CZ-8805 网传说 由3月6日 就这样飞 因为有乘客登机的时候 竟然向引擎 飞机引擎 扔硬币 还要扔硬币 妈妈 真的 不是吧 网传影片说 由三亚凤凰机场 飞去北京大兴机场 这一部 南方航空CZ-8805 航班 因为有乘客 向引擎 扔硬币 截然 而机舱的服务员 向乘客解释 就说 扔硬币的人 就说 因为有亲友去世 他们有这种风俗习惯 你家人离世 我心表遗憾 但是你把银子扔在引擎上 就累死很多人 这些什么风俗呢 我真的 不懂得理解 我真的很愚昧 为什么一定要扔在飞机引擎上 你不扔在我的银包里 不如你试着扔在我的银包里 是吧 我有种风俗习惯的 想保你大 甚至乎什么东西都好 就是 你想平安也好 你扔在我那里 我会帮你祈福 因为我会保佑你全家 是吧 我会保佑你身体健康 你真是 你没个玩意 这些是漏杂 你问我 我不是说 人家亲友离世做什么不行 不是 不是不行 你扔在飞机引擎 你真是神经的 这件事 好了 根据内地媒体 《北京青年报》也报道 就说 机组人员发现了 有旅客向飞机扔硬币 立即进行安全检查 就说 在机肚附近 发现了六个硬币 确保飞行安全 公司决定延迟起飞 对于飞机全面检查 好了 有中国政法大学航空空间发言中心研究员 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首席专家 表示 他说 飞机引擎是飞行器重要动力一部分 硬币是金属材料 飞机引擎高速转动 你扔银子下去想弄坏车业 轻质引擎死火 重质引擎着火 而且说到银子那么小 扔了进去之后 飞了不觉 一旦高速转动 发热之后 在高空突然爆炸引擎 整部机机就飞人亡 到时候真是不知道了 究竟你那些是什么叫习俗 所以为什么你说 偶记仔你很生气 别生气 有时候这些东西 我们是用很简单的概念去思考 对吧 等同有人说 祈福向许愿池扔银子 我也算了 也算了 有人骂那些银子 向乌龟 向动物扔东西 我不太明白 其实你许愿也好 你想什么都好 由心出发 不需要一定要扔东西 更加不需要扔钱下去 我觉得 预期想扔钱下去 不如拿钱去做善事 你想为后代的人 或者保佑先人 做多些善事 帮多些人 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功德了 否则你这样做法 你不是做功德 你随时是杀生 整几人跟你一起陪葬 都不知道你要多少小才能还 另外也说下 下一宗新闻 就是关于内地麦当劳 搞到食物中毒大量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近日 内地麦当劳推出了贡菜卷 就说很多民众急不及待 想着有新东西吃 怎知有部分网民在微博上表示 吃完之后 又嗷又嗷又发烧又头云 还说吃十个嗷九个 哇哀哄遍野 那是什么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 这个贡菜卷官网介绍就是本土原厂 饼皮下包着贡菜 笋丝、木耳丝、红萝卜 和一些小酥肉 炸肉 推出之后 就引起热烈回响 但是 有内媒揭发 有网民吃完之后 马上进医院 为什么会这样呢 真的想不到 麦当劳官方还未对着这件事回复 网友怀疑有两个原因 一是太辣 刺激 腸胃 我又觉得不会的 十个九个都是这样的时候 你应该是烂到喷火的眼 下面的眼睛 不是蛤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原因是未必关系 一定是食物变成质 尤其是现在凉了 但早几天大家看到 湿到这样的时候 会不会食物变成质呢 这不奇怪 但当然只是估计而已 可能是食物存放的问题 大家真的吃了的时候 就要留意一下 另外也说一宗新闻 这宗新闻 我也不能放得上封面 要不然就是黄标 很麻烦 这宗新闻 就是说 封存内地女 低头玩手机 蹲下楼梯爆头死 不是吧 真的吗 真的很恐怖 那条楼梯流血了 那条楼梯流血了 那条楼梯上的 由于图不贴出来 一贴出来就黄标了 只能用我的口述告诉大家 这件事件是来自四川省的 有一个妇人一路走路一路 蹲下头玩手机 没留意到那里下楼梯 竟然叮咆哗 整个人四脚 不是潮天 他也说是四脚潮天 但我看到屁股是潮天 人的面向着楼梯 还摸到大量血出来 一定会坎掉 一定会坎掉 是不是真的爆头死 当然作故事 这些就夸大了 有人说 幸好这个妇人 送完之后就没有大碍 真的挺吓人的 流血流到这样 其实 不会一定是爆头的 因为这些脱崩 咬到你也会流到很厉害的 因为看到这个女士 头和脚都流了很多血 周围的人看着 打电话求救 这件事 告诉大家 走楼梯 上楼梯也要注意 经常都说 你不要只顾着玩电话 你早期回蓝天 你不扶实 一会儿只顾着按摩电话 一脚吃实 那便可以 不要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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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想 如果脑子落地 摔倒了尾龙骨 可大可小 所以这些玩小镇手机 不会死的 但是你不看着路走 便会随时打死 这件事 真的不是开玩笑 好了 另外也说一件新闻 先说台湾方面的新闻 台军修改第一击界定 解放军实体如月 立即反制 死了 会不会又引起一些新的风波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 台军已经改变第一击界定 只要解放军航空海航实体如月规矩 就会作出反制 他强调 如果解放军步步进逼 到最后没办法避免战争 就只能够认战 现在说出来就好像 是否要打 是否要打 未来说要多点 改变第一击的界定 何为第一击呢 如月规矩 规矩是哪里呢 没有说清楚 有没有说清楚 因为他说 现在台湾国防部 要把第一击改得更明确 以往认为第一击就是对方开炮开枪 台湾才叫有第一击 但是现在不理解放军航空或海航实体如月规矩 台湾以第一击反制 你第一击又没有炮 你怎会知道 人家如果对着喇叭大声 喂你不要过来 接着是否叫第一击呢 音波炮 不行的 所以说出来就很大大声 但是究竟你那条线在哪里呢 真是一个问号 好像有些事情做了 因为近期都知道 因为那个渔船的事叫 有人觉得 好像台湾方面 觉得 喂你是不是应该 那条线要画得更清楚 如果他不开炮 是这样撞撞撞撞撞撞撞 那是不是你可以攻击啊 现在好像在这上面 又有点点味道改一改 那就随便吧 到时候看看你 只有改字而已 这些东西就吓鬼了 好了 也说一下 在广东省少庆市 怀杂院人民政府 在上个月公布 就说怀杂院人民医院副院长 罗雨桥 将会出任演长 施翁期为一年 有人说有什么特别呢 特别的事就跟着来了 同时间 罗雨桥兼任其余39间医院院长 或者主任 哇 真真厉害 就是他一个人背了40个院长的牌头 哇 厉害 真是厉害 外界就质疑 究竟这位40间院院长的罗院长 究竟他带多少人工呢 哇 哇 一份工3000元 40 那也十几万了 是不是 哇 他不是很厉害 各位医院都是你负责 他都很忙啊 哇 哇 真是神人也 哈哈 哈哈哈 官方 如果有什么事情上来 每个人都说他 他就很可疑 是不是 他人工就得了一份 但是 有什么事情上来 又负责 又好像很尴尬 所以很厉害 很厉害 好了 今集时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 拜拜